觀眾朋友 你好 我們今天來講兩個題目 下半場我們再來談農地違章 工廠的事情 可是上半場談什麼呢 今天是九月二十一號 十八年前九二一 臺灣付出非常非常慘痛的代價 不僅有非常多的人失去的性命 房屋建築學校大量的毀損 而家人跟建築財務情感的失去 也對大家造成很大的傷害 十八年之後 今天國家定位叫做九二一 國家防災日 究竟相較起十八年前 我們現在臺灣對抗地震 我們的能量是什麼 不曉得各位觀眾在十八年前 九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在做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呢 我還在清華大學的宿舍在睡覺 然後因為隔天要去立法院工作 所以很累很累很累 可是呢所有的書 那個架上的櫃子上的書啊 器材啊什麼東西全部倒掉 所有人都跑出去 那個時候呢 手機打不出去 電話打不出去 所有的訊息呢 只能靠極為微弱的 而且是片段的廣播 如果你聽說到底是怎樣啊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你想知道你的家人 是不是安全 沒有辦法 你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辦法 十八年之後 這種資訊的無法快速 及時傳遞 以及問亂的資訊 以及整個防救災 體系能量跟訊息的統整 我們是不是已經達到了 足以對抗地震的程度 今天上半場好好來談一下 九二一國家防災日 究竟臺灣在於面對地震的時候 我們的能量在哪裡 以及對於所有的民眾 一旦就算是現在發生地震的時候 該怎麼辦 要跑不跑 要躲到哪裡去 我們今天要談一談 正確的防災觀念 介紹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非常感謝是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的主任 黃世健 華主任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非常感謝是臺北市的消防員 趙崇義 趙消防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蔡總統 今天在國家防災日的時候 他也去參觀了 或是說去參與了 這些防救災的演練 然後他去一些小學 或是什麼地方去看 我們來看看這幾張照片 小朋友呢 是躲在桌子下面 從來這是對嘛 我們以前不是都說黃金三角 不可以捏的地方 腳在捏的地方逼 到底是要躲桌子旁邊 還是躲桌子下面 躲桌子的下面 所以像圖片 現在這個樣子是正確的 但是這個小朋友 還有一個動作 可以再加強的是 我們講避難的三個步驟 趴下 掩護跟穩住 他可以多做一個穩住的動作 就是他的手要去抓著桌角 就是手要抓著這裡這樣子 對對對 沒錯 因為像地震發生的時候 這個堅固的桌面 這個堅固的桌子 其實就是他等於在大海中的浮沫 一樣的意思 不是說黃金三角 萬一這個桌子垮了 就剛好壓到小孩子 所以應該躲在桌子旁邊 就算桌子垮了 這邊還有支撐 其實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 對 因為其實如果這樣桌子會垮 我們其實躲在他的下面 跟旁邊結果都是一樣的 結果都一樣會被壓傷或砸傷 瞭解 對對對 所以正確的觀念 就是躲在桌子下 對 椅子下 或者是兼固的物體下面 對 兼固的物體下面 躲不進去物體下面 你才躲在他的旁邊 對 這是可能就是比較次要的 比較其次的選項 當然可以的話 兼固的物體的底下是最優先的 OK 我們再來看看幾張照片 這個應該就是正確的 這個小朋友 其實都很可愛 這個叫做那個防災帽 對 就防災頭巾 防災頭巾 對 好像小朋友 有些像新竹市的小一新生 就會發這個 對對對 那比較老的學生 就不會發了 因為資源不夠 這個很重要嗎 他其實是主要 主要其實我們在避難疏散的過程當中 因為擔心可能還會有掉落物 是 還會有東西掉下來 所以保護頭部永遠是在避難疏散 過程中第一優先 OK 對 那如果沒有這樣子的頭巾 其他的像一般我們以前講公事包書包 甚至你伸手起來擋架 對任何你有辦法保護你頭部的方式 都要採取 不過這也就是 其實也不是蔡英文說的 這是所有防救災的人跟我們講說 你不要記太多資訊 你就只要記六個字 三件事情 趴下 掩護 穩住 對 沒錯 這三件事你先記住原則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蔡總統呢 其實也講了說 欸 你今天有沒有收到災防的捲訊呢 今天是國家防災日 全國 注意是全國 包括離島都應該要收到所謂的地震 或者是部分區域會收到海嘯的防災演練的捲訊 在今天早上九點二十一分的時候 可是我問了一下我周遭的朋友 沒有半個人收到簡訊 那到底是出什麼事情 那你又看到說 那個蔡總統講這兩個字呢 你又覺得 難道我是國家認定的那個邊緣人嗎 他說九二一國家防災日 國家不會遺忘你 你有收到簡訊嗎 問題是很多人都沒收到 那是國家遺忘了我們嗎 還是說整個防災的資訊 傳遞上恐怕我們的漏洞跟問題 還是很大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防災簡訊 為什麼發不出去 上午九點二十一分一到 手機簡訊發出聲響 希望民眾配合演練趴下 掩護穩住的地震保命三步驟 除了氣象局發布地震預警簡訊 內政部也在九點五十九分時 要求有限電視系統業者 主動切換到公視頻道 播放兩分鐘的地震演練訊息 為了記取十八年前九二一大地震的教訊 提升民眾防災應變效能 每年九月二十一號定為國家防災日 今天除了地震簡訊之外 也在上午十點多左右 模擬臺灣附近海域發生瑞士規模七點八強震 發布近海海嘯警報 沒想到首次九二一的地震測試簡訊 卻有大批網友表示沒收到 紛紛到總統蔡英文的臉書 防災簡訊的po文抱怨 還有人自我解嘲像是國家級邊緣人被國家遺棄了 根據NCC調查發現沒收到簡訊的民眾大多是中華電信4G手機用戶 尤其臺北市及南投地區情況較為嚴重 過去演習簡訊測試是分區進行 接收率有八九成 昨天深夜測試也沒問題 今天是第一次做全國測試 而中華電信則在官網發出道歉聲明 表示部分地區因為4G系統解碼 發生障礙 才會造成客戶手機沒有接收成功 將會檢討 記者最後報導 不過有漏洞就是有漏洞 趕快把它補起來 趁災難還沒發生之前 趕快把這個訊息系統能夠再補強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其實現在我們在科技上一直在進步 說實在是真的 然後我們甚至之前在談所謂的電離層研究的時候 甚至有可能比所謂的P波 S波更早 有些講到說幾個小時前 我們就可能 可能 那還要很久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在幾個小時預測地震 可是至少我們現在第一個 P波S波中間的落差 我們可以掌握 第二個就算地震一發生 你收到簡訊 桌子椅子房子都在搖的時候呢 你跑應該還來得及 所以這個簡訊是很重要的 我們來看看現在科技 防災有哪些 第一個叫做細胞廣播 透過災防告警的系統 或是細胞廣播 就是說我在這個區域 譬如說你躲海邊 海嘯要來啊 當然要把你討論嘛 你住南投 你住阿里山的 就不太需要知道海嘯來了 這個叫細胞的這種情形 再來還有災害市井 公開資料平臺 這個是匯集國內各機關的 這種所謂的共通的市井資料 然後用開放的格式 對外提供 什麼意思呢 我特別記得八八風災的時候 那時候媒體說實在 都是天龍國觀點 不知道南部的災情 那麼嚴重 大家沒什麼報 可是那時候呢 你透過像是 那時候還有推特 或是其他的這種 所謂的即時通訊軟體 你就知道說 哇 災情那麼嚴重 結果呢 還要說是莫拉克這種災情網 去統整 彙整現在的災情 那現在呢 國家開始來正式做這些 然後還有災防中心的防災地圖 淹水的地方 山坡地 土石流 海嘯 斷層 哪邊可能會造成什麼危害 即時的在網路上都有公開資訊 那還有EMIC應變管理 這個呢 主要是即時的救災資源資料庫 地理資訊 即時的影像 像最近浮衛五號升空了 不過好像拍沒有那個清楚的焦距 還要再調 跟我們現在簡訊一樣 都還要再調 因此我請教主任 相較時十八年前 十八年後 我們現在具有的抗災 抗震能力到底到哪邊 OK 我想這個抗震能力 其實分成就是地震之前的防災 地震中的減災 還有地震後的救災 那剛才談到很多都是地震中 它的減災 也許有幾秒鐘的時間 我們能夠把電源瓦斯切掉 也許我們高速的這個火車能夠就是減速 這些都是減災 那事後的救災 其實像剛才我們這個國家災害防救災中心 他平常就有很多圖資 所以他可以公布 那尤其在災害發生的時候就可以就是把人員送到恰當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物資先準備好 因此在災害發生之後就能夠救災 我相信這些東西做的應該是有非常進步 就是比起以前是強很多 十八年前的時候說不幸也是不幸 說幸運也是幸運 因為他是在凌晨發生的 是 然後隔天早上一看 哎唷 學校倒光光 公共建築倒光光 不然在教材 大家還沒去上班 還沒去讀書 那我想問的是說 在公共建築的部分 不管是道路 橋樑 學校 乃至於所謂的像是公部門的這些建築 我們現在有很大很大進步嗎 我覺得我們有進步 那在九二一的時候 行政院就發布了一個提升 既有建築物耐震能力的提升方案 根據那個方案的執行 其實我們的國中小 那中學以下 其實都做了很好的耐震評估跟補強 那在我這邊有一個就是照片 那這個照片其實就顯示在九二一的時候 有許多的這個學校 其實是全島或半島 那這個地方我們有很大的警訊 那政府其實從民國九十八年 就開始用中央的這個專款預算 這是透過教育部 他全力的爭取 那教育部也做了很好的規劃 所以按照教育部的做法 其實可以用一些簡易的補強方法 像是把柱擴大 或是說我們就是篩一個簡易牆 那或是我們在柱的兩邊 放兩片一牆 那這些補牆 其實已經做得相當好 那臺灣其實幾乎中小學 在百分之九十 不是補過就是重建 不然就是分析確定安全 所以還剩下百分之十 那應該是在三年到五年之內 可以全部完成 可是比較危險的應該都做 那我在這邊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圖片顯示 就是在去年 那我們有美容地震 在一個歸人國中 那補牆過的學校 像這邊這個綠色 那在地震來襲的時候 都沒有問題 但是還沒有補牆 在等待補牆的 就有一些結構的損毀 那這些都顯示 我們先前的補牆工作是有效的 ok 那除了就是主持人提到的學校 那我們在這個鄉鎮公所 台南市也做得很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在歸人區公所 這是他之前的照片 那之後他做了一個補牆 這邊有兩個綠色的簡易牆 那地震來襲的時候 他表現得非常好 他是一個防救災中心 那我這樣請教主任 是 九二一的震度是七點三 那是對 那是他的規模 規模是七點三 對 那假設跟九二一 一模一樣的強度 是 這樣子再發生 是 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公共建築 不管是鄉鎮公所 是 不會倒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就是 這是一個比率的問題 是 那九二一來襲的時候 我們就是房屋全島半島 那個比例很高 在那個校舍 可能都有一半 但是就是經過這 這麼多年的補牆 再來一個九二一 那我們相信他會受損 但是他倒塌的個數會非常的少 幾乎就是在機率上面 應該是可以控制 OK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在白天上學上班的時間 發生大地震 只要訓練好 聽從老師或是防救災人員的這些逃生指示 基本上傷亡的數字會大幅減少 對 所以這邊其實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硬體 就是讓我們的建築物堅固一點 這就是要補牆 另外又是軟體 就像趙先生剛剛提到 平常就是應該做一些演練 那也許老師帶著學生知道怎麼樣閃躲 那怎麼樣避災 那我想這兩個是配合一起做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這是由國鎮中心所做的一個宣導影片 那是模擬十八年前那場九二一大地震 如果是大地震來的時候 各位在你們的客廳 這就是標準客廳的這樣子一個格局 我們看到有書櫃 然後這也許是神明桌 也許是餐桌 會有一個桌子 可是特別強調 這個下面呢 有一個減震避震的一個設施 等一下各位觀眾可以注意看 這個地方呢 沒有倒沒有垮 這邊有櫃子 然後這邊有電視 這邊有窗戶 然後這邊有椅子 然後這邊有電視 我們來看看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他怎麼搖 怎麼晃 你就知道說 如果你在家裡遇到大地震的時候 躲在哪裡 會活下來 躲在哪裡 會被活活的壓死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大概是這樣子啦 後面其實有強調 你看這裡都沒動 所以我先請教一下主任 當然這個是在談說 如果我們裝了這個東西 所有的器材 如果說你家裡 有很珍貴的文物啦 不能摔的東西啦 你裝這個 或者是公共建築 那些重要的資料啦 或是想什麼樣的東西 你要裝這個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裡垮了 你如果說呢 在大地震的時候 躲在這邊 馬上就被壓死了 然後這邊有玻璃 玻璃很可能會碎裂 你可能會被嚴重的割傷 再來呢 這邊呢 其實在後來也是搖晃得很嚴重 因為他沒固定 不過後來沒倒 我想問的是說 這一段影片透露出來是 整個居家哪裡是最安全 是 這段影片 其實在我們國政中心 臺北實驗室的正中台做的 那其實想要顯示就是 耐震的安全不包含不只結構 家裡的那種一般的家具擺設 懸掛物 天花板 甚至你的這個吊燈 都可能會是地震產生危險的東西 所以平常就要去確認 家裡安全的環境在哪裡 像剛才主持人提到 有一個牆壁 那個地方其實是安全的地方 所以平常就要注意到 這個地方可能是 我們耐震安全的地點 這裡是 也許是最安全的 是 這邊就不行了 這邊就不行 因為這邊有櫃子 對 但是我們也可以改善 我們可以把櫃子固定起來 所以就是拿櫃子去固定到牆壁上面 他就不容易倒 OK 我們再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如果說 一開始的時候 像這個呢 如果你可以後面有一個掛勾 把它勾住 就用那個壁符把它撈下去 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勾住 它就不會這樣倒 它是這樣平平平 這整個平下來 對 所以你要讓它 除非是整個天花板垮下來 柱子整個斷掉 否則呢 你躲在這邊 理論上都是安全 是 但是呢 因為你的這些櫃子 沒有所謂的把它固定住 所以你會很危險 對 櫃子要怎麼固定住 就是買一個那個配件 然後固定到牆壁 用那個壁符把它打進去 就這麼簡單 對 或者是說這邊可能會有一種那種伸縮的那種支架 對 你把它頂天立地 把它撐起來 要倒也很困難 對 我再請教一下聰醫 哪邊是最危險 哪邊是最安全 最危險的地方 基本上只要是有可能青島的大型家具 都是危險的 對 甚至像客廳這邊是沒有做出冰箱 其實冰箱如果沒有做固定的話 它也很危險 冰箱不是很堅固嗎 因為地震的時候 我們不是整個整個樓地板 並不是說 它只有上下在搖動 它有可能是會是傾斜的 那你的冰箱 會是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的冰箱如果沒有做好固定的話 它其實有可能滑動 那如果你剛好是躲在冰箱旁邊 或者靠近牆面 那個冰箱一移動 會把你跟牆面做一個擠壓 對那反而你有可能會受傷 冰箱要怎麼固定 冰箱固定的話 其實跟我們剛剛提到冰箱 總不能用壁符鎖進去 冰箱就搬牆 對其實是冰箱底下 加防滑墊 或者上面用支架 像剛剛主持人提到這個頂天立地 冰箱可以用頂天立地 也是個方法 那請教 我現在應該家裡 大家都夾萬倍了 十八年前的時候 地震一發生 大家都會去買那個逃難包 然後十七年前 十六年前逃難包還在 然後到十五年前 這也沒什麼好啊 這個逃難包的意義 跟內容應該是什麼 意義當然就是為了 災害發生的時候 做一個準備 對 為災害發生的時候 做一個準備 那內容物的話 基本上是 當然要先準備一個夠 兼顧而且防水的背包 兼顧防水 對 兼顧防水 最好是醒目 對 也許可以反光 對對對 然後再來的話 裡面的內容物當然 像雨衣 雨衣 然後手電筒 在災難發生的時候 你可能避難的過程中 你需要照明 手電筒 然後飲用水 有些人會準備瑞士刀 瑞士刀 然後再來是收音機 你可能已經避難人到戶外了 你需要在這個避難完成之後 你會接收到 有想辦法去接收這個 關於這個災難的訊息 所以我們會需要收音機 那當然收音機 又備用電池 了解 對 那這邊有一些 這個是檢疫的可能急救包 急救包 裡面是一些紗布 OK棒 包紮用的 對對對 包紮用的 然後還有毛毯 保暖用的 對 保暖用的 跟暖暖包 因為你在避難過程中 就是如果臨死了 你沒有醫務 可以去替換的話 需要這些東西 來幫你維持住你的體溫 做保暖 那最後是工作手套 你的包包跟我們家的包包不一樣 我們家包包裡面很多餅乾 餅乾糖果 對 所以你不需要吃的東西 這個部分 那因為乾糧的話 就是看個人 個人需求 當然能準備的話最好 能準備的話最好 那理論上 我不知道這樣推論 是不是太快 理論上 在臺灣現在的防災能量 除非 烏鴉嘴 除非臺北市的房子 倒一半以上 如果是像九二一那樣子的 其實雖然島的那個防護數還是很多 但是那樣子的一個災害規模 我們的全臺灣是有能量 在災害發生的當天最晚是第二天 所有的救災的器具人員物資 全部都到災難現場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個人 就是沒有參與過地震救災 對 那地震救災這部分 就是 其實應該要由我們更上 更上層的指揮官來回答 我這樣問的就是說 所以我們其實在急救包 只需要去應付我們逃出去 當時的保暖飲水 甚至所謂的一兩餐的飲食就夠了 你不需要背得很重很多的東西 想要說過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其實不需要去想那個 你只要想說第一時間你活下來就可以 對沒錯 我們來看看 現在呢有很多逃生的觀念 其實是一直在進步 幾年前呢大家說 一定要有一個什麼黃金三角 躲在沙發旁邊 床旁邊 桌子旁邊 可是現在呢 跟大家講說 黃金三角呢是錯誤的 這樣說是對嗎 我們來看看 正確的逃生觀念 直升機在空中盤旋 從空中鳥看災區現場狀況 回報給災害應變中心 而地上的救援部隊 正趕往災區現場 指揮官我可能需要您的協助 就是我等一下全職在 在搜索的時候 就是麻煩您就是 退在那個警戒線之外 特艘隊員接獲通報 有人因為地震困在水泥柱下 出動搜救犬缺人未止 隨即出動生命探測器 特艘隊員也準備吊掛救援 目前已經定位 可以進行搶救 是否收到 而在另一個現場 天花板因為地震已經坍塌 一樓的兩個人被困住 特艘隊員進入建築物內部 確認生命跡象 隨即吊掛進入災害現場 用破壞器材進行救援 921是國家防災日 來自全國的特艘救難人員 也在這天進行36小時的 不階段救災訓練 除了要適應不同地形 和天候下的地震救援方式 也要進行救災技巧的調整 那頭部前要加強的就是 建築物倒塌的支撐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這些 那我們其他裝備 跟各縣市比起來都差不多 而重大複合式災害發生 除了第一線的危機處理和救援 中央及地方的災害一面中心 以及跨單位聯繫避免落差 也是課題 面對複合式災難發生頻率 越來越高 透過訓練 救難人員除了培養緊急救災能力 中央和地方整合資源及調度 才能在救援黃金時間 將人民損失減到最低 不過主任當然要去做 所謂的地震防救災 減災 以及抗災 這個都要全面性的一些規劃 跟共同努力 但我們如果回到說 公共建築呢 是需要更強的法令 政府的執行力 一般民宅 你說我這三四十年 你看到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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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 你要除非叫我所謂的防災性 不然我是要怎麼加強 不過這是個好問題 就是公共建築 確實政府有預算 然後就是政府同意 很容易進行耐震補強 民間的話就很困難 因為業主太多 再加上也許每個人的規劃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就是去年美容地震 圍觀大樓倒塌 其實他沒有逃難的機會 他其實在一個集合住宅裡面 是 那其實整個倒下來的時候 那其實他完全就是躲在哪裡 也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所以說民間建築 確實老舊 不符合耐震設計規範 應該做一點改善 那我們也吸取了國外的經驗 也許像是說 也許三四十年 那未必要補的 像耐震設計規範要求這麼多 可是最起碼 要把房子倒塌這件事情補起來 所以說我們台灣有很多 一樓是商用空間 那二樓三樓四樓其實是住宅 那這種叫軟弱底層 那如果我們把軟弱底層 那個倒塌的這個因子 把它排除 做一些簡單的補強 在公共空間 那其實可以救很多人 那我們民間的這個住宅 其實很需要政府的協助 那政府現在有安家雇員計畫 那其實透過這個計畫 應該大規模的對我們的這種民宅 就是來做一些補強 那應該針對就是軟弱底層先開始 或是都會之間有防災道路 那我們應該確保防災道路的這個通行無阻 所以旁邊的建築應該開始來補 那這一塊 這是我們必須加強的地方 不過這就是主任所說的 你也許看一下說 你家一樓如果被改裝成是餐廳 銀行像之前東興大樓就是銀行 然後圍灌那個也是一樓或是二樓 其實有做改裝的部分 如果說一二樓或底層的那些樓層 他有拆掉樑拆掉柱 你一定要把它補回來 不管是用社區關護會的力量 或者是你去投訴去檢局 去跟政府告狀什麼樣的 因為那是每一個人生命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消防員的問題是 我們在學校呢 學在其實這兩天 小孩子都在消防演練 大人其實都屁屁 我們在家裡需要去做消防逃生的演練嗎 其實還是要 是要怎麼演練 我們這邊會建議 每個家庭都要制定一個家庭逃生計畫 家庭逃生計畫 那他包括說 你要先跟家人講好 離家裡最近的逃生路線 應該說離避難處所最近的逃生路線 從家裡怎麼樣前往 要先跟家人都先講好 而且試著走一次 試著走一次 這樣子的逃生路線 至少準備兩條 對 因為以免你的第一個逃生動線 受到就是受阻了 可能剛好有建築物倒塌 剛好那條路不通了 你要有備用的路可以走 對 那再來就是跟你的家人 律訂好一個戶外的集結地點 戶外的集結地點 以免你在逃難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跟家人不小心走散了 但是你會知道你到哪個地方去跟家人做會合 對 所以你要有兩個逃生路線 在你家裡面 我需要去預演說 如果是晚上發生大地震 應該都停電了 然後所以我必須要把所有的燈全部關掉 拿著手電筒去走一次嗎 有需要演到這邊嗎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最好 但是一般我們因為我們居家環境應該自己都最熟了 但是可以演練的話最好是燈關起來 眼睛蒙起來 看看你靠摸的 你有沒有辦法從家裡走出去 九二一的經驗是跟我們講說 如果大地震一來的時候呢 第一次震房子沒垮 這次你如果快跑活下來 但是呢 如果你不跑 第二次呢 房子就垮了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到底地震來的時候是該跑不該跑 跑真的是有用嗎 其實第一時間應該這樣講 就是地震在搖晃非常劇烈的時候 其實你是人是很難去移動的 很難去移動 你只要站起來大概搖一搖 你人就倒下來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 以避難為主 不是逃 不是逃出去 第一時間是避難為主 對避難為主 所以地震過了再跑 對沒錯 就是剛剛提到的趴下掩護穩住 這是在地震發生的當下第一時間 一定要採取的作為 先保護你自己 不要受到傷害 你才有辦法在後續去做避難 去做逃生 這個是現在比較進步的一個逃生觀念 不再像以前那樣 什麼黃金三角 一地震就趕快跑 第一時間先保住自己的生命 然後呢 等地震過後之後 再開始去所謂的去外面逃生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觀念 可是主任我再請教你 整個臺灣社會在對抗地震 我們到底還該加強什麼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加強防災意識 防災意識 我想今天這個節目就很有意義 可是實際上我們跟日本比起來 日本的防災意識比我們好太多 所以看到就是他的311大地震 他人民其實在撤退的時候 井然有序 是的 那其實這個需要長時間的演練 需要練習 那尤其是對自己的環境要確認 所以剛才講 也許學校要演練 家庭要演練 那其實我們的政府 地方政府也應該有一些防災的規劃 平常多演練 是真的要不厭其煩的 一直去演練 防災的這些重要的訊息 下半場我們來談談 農地上長期有所謂的種豪宅 種工廠 現在工廠種了之後呢 越種越大 大到說現在中央政府呢 在十三多萬間的這些違章工廠 說要拆 但是拆不下去 只好說不然這樣啦 我們先拆十七間啦 可是現在看起來 連十七間這種首波要拆除的違章工廠 也拆不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彰化縣政府說你這樣拆 其實對於說地方的產業 會有很大的傷害 因此他做出來一個叫做五步 一絕對 只要不污染 不影響 或者是沒有所謂的逃漏稅的這些問題 就要輔導他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這是農業大浩劫 還是很物質的做法 來看看 好幾個工人在田梗旁遭地下水景 在這裡種田多年的阿伯說 已經不敢再用灌溉勾取的水 附近的灌溉勾取不是塞滿垃圾 就是變黑或發出異味 一旁就是一間間的工廠 環保團體說 貨源就是來自這些農地工廠 根據統計全台有十三萬家農地工廠 農委會原本宣示 將拆除去年五二零後新建的兩百八十六間 但經由跨部會協調只先拆十七間 佔新增違建的六趴遭之一雷聲大與點小 另外首波拆除名單中 建數最多高達八建的彰化線 縣府卻說只要符合五步條件 就考慮不拆立場明顯和中央不同調 不滿縣府的五步條件 昨天十八個環團聚集縣府前 要求縣府不要再替違章工廠護航 縣府還是悔意 只要沒符合五步原則一地拆 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看來農地工廠的拆除爭議 接下來還會持續延燒 來介紹下半場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研究專員 吳祺龍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台灣農村陣縣的理事許文峰 大家好 在電話線上是彰化線 的縣議員林士賢 議員 你怎麼在選頂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兩天前中央政府說 第一步先把你拆十七間 其中一間剛才在彰化 但是彰化管政府說 這樣不意思啦 我們只要秉持叫做五步一絕對 其實又可以兼顧環保 又可以發展農業 又不會傷害到地方的產業 我們來看看這個所謂的五步一絕對 到底是什麼 重點是不會污染農地 我們來請導播給我看一下這一張 不會污染農地 不會污染河川 不會污染空氣 有三步 不影響公安四步 再來不逃漏稅的五步 絕對是什麼呢 就是從九月十二號開始 絕對不能在農地上蓋工廠 請記得中央政府是說去年五二零之後的工廠 一定要拆 彰化縣政府說 今年九月十二號之後的工廠 一定要拆 那今年九月十二號之前呢 要來看這個五步一絕對 然後呢 彰化縣政府說要制定所謂的自治條例 要根據地方制度法 要來比照經濟部定的 這叫做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那要原地輔導的話呢 就是暫緩五年裁罰 這個是重點 你要主動申報 也會輔導你簽證 譬如說高污染的產業呢 到專區去集中管理 分級管理加強矯正 如果你沒登記 而且有公安或是污染的問題的話 予以輔導啊你還不服從 或是沒改善呢 就會加強取締 我先請教官議員 你還有指示官政府這個做法 對啦 中華這個維中工廠 維章工廠到時有多少家 我想跟大家報告這裡的所理 大家做參考啦 目前維中期的工廠大概有四千兩百幾間 在這個特定農業區裡面 大概差不多一千八百多間 在這一般農業區大概有三百幾間 村的就是零星散布在這個 所謂的保育林地或是山坡地等等 總共說一句 中華技術 目前美頂的工廠有四千兩百幾間 如果說要服得 不知道要怎麼服得去啦 這是第一點 另外一個所理 我直接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在這幾年前來中華紀錄公園的研究 全國口腔癌 第一名就是在中華 第一名 口腔癌最嚴重的在中華 我們都說口腔癌和食品癌可能有關係啦 但是台東食品癌的流行率是中華的三倍啦 結果中華的口腔癌是台東的比率 多兩倍啦 這個所理啦 是醫生在這個世界醫學會報告啦 所以全世界上 口腔癌就是我們中華紀錄公園的醫生啦 所以這個口腔癌這麼嚴重 中華紀錄公園一定跟某一些 在那裡沒有臉人喝過酒 這可能有關係 這藝術都有做研究 但是中華這個吃臉人的流行率啦 台東是多了三倍啦 結果我們口腔癌得到的比就多了兩倍啦 所以這是全世界口腔癌最多的就是中華 你臉有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那個醫生以後 可能跟這個重金屬跟重金屬暴露風險 這就是換一句話說的 全台灣農地重金屬 污染最嚴重的在中華 在中華 所以要怎麼把污染的工廠 做一項關於這才是重點啦 是 我跟你說 工廠是不可能是小別的 我說一個例子給你聽 中華有兩個檢察官非常認真 一個叫林漢強 叫鄭志文 兩個檢察官 半天可以去獨立 穿青蛙裝 套身體的青蛙裝 我不知道大家聽話 青蛙裝 跳路水溝裡面讓蚊子頂 讓蚊子夾 去抓這個 抓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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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路廠 抓鄉親去押 去抓 結果 跟醫生發辦 醫生 這個公共危險罪去辦 結果 當金屬的污染不改善了 所以我認為輸導 比蚊子 一倍的管理 一倍的集中管理 比什麼方法更重要 我相信 產業絕對必須要先存在 了解 台灣如果沒有產業 我們來經濟 了解 了解 我們的經濟這麼厲害 我們的出生率這麼低 是 我們的國家已經面臨到 國安問題出生的影響 就是我們產業 沒有做整體的發展 了解 那產業如果沒有適當的輔導 跟集體的管理 污染就沒有辦法做控制 議員你稍等一下 我先請教一下齊榮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還是務實地面對污染 我們面對污染 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認為 就是地球公民這邊認為 其實整個的彰化地區 其實在葛跟涅的污染上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那葛米其實會是特別的有風險 因為其實我們研究發現說 只要零點六ppm以上的 就是所謂的農地污染 那其實就容易導致了整個米 容易產生有葛米的狀況 那剛才您事前醫生也提到了 就是說在涅的部分 因為是涅的部分 其實容易導致口腔癌 這個部分是就是張尊國老師 其實有做了相關的研究 就發現說整個的農地上 重金屬的污染 捏的部分導致了 整個彰化地區的口腔癌 那可是我們務實來看 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彰化線 依據彰化線區域計畫期末報告 全彰化有一萬零一百公頃的工業土地 全臺灣如果依據產業用地政策 革新方案的土地的話 是四萬八千公頃 簡單來說 彰化已經擁有全臺灣五分之一的工業土地 所以這個問題是什麼 問題不是在於說 剛才醫生所談的 我們一定要有產業 我們已經有 彰化已經有了一萬公頃的工業土地 問題在什麼 在彰化縣政府 到底有沒有去盤點這樣的工業土地 他到底是怎樣的被使用 如果你連握有五分之一工業土地 全臺灣五分之一工業土地的狀況之下 你都無法去處理這些產業 代表了你根本不想要重視這些產業 但是你為了這麼一點點的微薄小粒 然後去犧牲了所有的農業 彰化其實素有整個臺灣糧倉之稱 那因為這樣的臺灣糧倉的這個美名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了 整個彰化縣政府對於農不重視 對於這些工業土地的整個整體盤點 也毫不重視 這是我們在這邊 其實感到最憂慮跟最擔心的 你支持彰化縣政府 現在談出來叫做五不一絕對的政策嗎 五不一絕對 他所說的內容我絕對是贊成 但是他的做法我非常無法認同 怎麼說 第一點我也回應一下 就是剛剛才那個林議員 他的工法人 我們今天站出來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六港人 所以我附近我是自小看 港廳一間一間一直蓋出來 丁環博就在那裡 不是 我是南章化 南章化 前面環博的狀況不一樣 他說林議員他剛才說的 有一些部分 站出來翻對 翻對 希望政府來改判農地工程會 帶的人都是要消費我們的三項 不是這樣 我感覺到今天政府要妥善地規劃 這些產業用地需求 來符合你產業的一個真正的 在地產業的用地需求 你要讓他們有載照 用核利的計測取得他們需要的土地 然後另一個部分 你必須嚴格的執行農地農用 你的分區要去執行 所以今天就說 我今天就說 包括我們總管政府的作法 我非常勞動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 不負責任的作法 因為這個東西 他最訂出來之後 你如果說五年 五年就是暫緩 暫緩財罰 五年是什麼 五年就是一次再選了 你如果他落臨之前不用來面對 說比較白的就是這樣 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作法 我這裡要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張這張是我 我們家附近 上幾個月一塊農地要去 然後聽到我們中央宣誓說 宣誓說五二年後要集報集財 在庭公 官網 年後呢 上一陣 管政府一講 五不一絕對料 馬上又復工了 你真的海市在三業在工廠 怎麼說 他們就破壇說 啊 這樣這個議事這個風向 就標示管政府要處理 像昨天 昨天我們在中央 管政府開記者會刷 我們的彰化 張環蒙 張環蒙 去附近撈一下而已 附近八張化 那還繼續在當工的農地工廠 他們是去撈一點點而已 就看到北京了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講說 好不容易中央終於要來面對 農地工廠的這個事情了 開始有點動作 雖然做法我們還是不滿意 但是已經開始在動了 結果你地方 你地方政府 繼續沒想到來面對 如果透過電話連線 請到管議員 議員就是說 在場兩個來賓其實都不是很認同 張環縣政府這個五步一絕對的做法 是 你的看法呢 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個其實只是會讓現在的違章 更加的囂張 是 這樣 中央管政府目前拿出來 這個五步一絕對 在法律上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簡單指令 你也沒錢 我絕對沒有錢 絕對沒有錢 絕對沒有錢 這都沒有法延遺跡 說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法延遺跡 請問他說要定 地方主題法定位 才不會定 也才不會送來去衛生 所以哪來的法延遺跡呢 什麼叫做不污染空氣 什麼叫做不污染河川 不污染農地 放個屁都會污染空氣了 所謂的不污染空氣 我們的空污法制定說 你的污染物不能排放超過幾PPM 這樣說得很清楚 那叫做不污染空氣 不是用空氣 說什麼叫做不污染空氣 不可以說有污染 沒有污染 是管政府去認定 是這樣哪有什麼 法律上哪有不污染空氣 所以間隔 管政府這麼大的團隊 可以說出一個 完全沒有法論議題的名字 這是滑天下之際 是 用笑死去 是 一定要竹底面對污染工庭的問題 這樣議員我請教你 剛才那個地球公民基金會 有時候都說到 中華民營就有很多 很多工業區的土地 為什麼這些圍中的工庭 就承認一定在那裡生存 現在中華工庭的用地 是不是 還有閒置的空間 這大家都可以討論 是 怕你很可惜 沒有建設處的人 沒有出面對 到底現在工庭用地 工業區好 它閒置的空間有多多 要算清楚 那照 剛才吳志龍說的 那是未來要過的 我想大家要很清楚 國土計畫在說什麼 國土計畫是在講永續計畫 就是說 農業三個的地方 不應該有工庭 工庭不應該去污染農業區 所以國土計畫法 不是民進黨訂出來 是早在一零四 民國一百零四年的十二月份 這是在馬英九執政下 全國共識所訂出來的 兩年來 國土每一個管制要拿出 國土整個計畫送去 送兩年來就要出來 這是法定法律之間 我們再做回來看這個 雖然說你目前看不到電視 布里古我們來看 其實彰化縣 縣長 魏縣長 他在那個新聞裡面 也談得很清楚 彰化當然是臺灣的糧倉 彰化當然要顧農業 可是彰化也要顧到相關的產業的發展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們遇到的情形 是不是違章工廠 已經大到不能動 大到不能拆了 現在來看看臺灣呢 這些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已經形成一個很重要的聚落 甚至打進去 所謂的世界前三大 我們來看看 新北市的新增加 這已經是金屬加工的聚落 面積超過四百公頃 有幾千家的鐵皮工廠 彰化鹿港附近的頂番坡 是水五金的聚落 水土桃這個產量是市佔率 佔全球過一半 產值超過八百億 臺中在彈指大雅神岡 這是工具機的聚落 七百家的違章工廠 產值超過一千億 高雄上次我們談到 做完門做螺絲的 集單一來呢 他可以隔壁找設計師 然後現在趕快去做改車床 然後馬上後面生產線 全部改改改 這個螺絲的聚落 是不是正是因為 現在的違章工廠 已經大到沒有人敢去動它 使得農地上的污染 只好持續下去 我們來看看整個產業 跟農業對撞的時候 政府站在哪邊 彰化鹿港號稱水龍頭的故鄉 因為全世界有半數以上的水龍頭 都是這裡生產的 也讓以前被稱為頂番坡的鹿港 打下小工廠代工的基礎 不但技術越來越純熟 從研發到製程都可搞定 不過這項產業似乎建立在 犧牲農地的代價上 因為很多工廠都蓋在農地上 對於違法罪名 業者也有話要說 對於農地工廠的問題 先前農委會打算讓業者 支付變更地木價差到農地保護基金 即可輔導合法化 儘管業者樂觀其成 卻不敢抱太大的期待 如果將工廠移到張濱工業區 可能面臨產業鏈無法連結的困境 但留在頂番坡用地卻一直無法合法 業者也說原本期待 水五金生產聚落政策 但範圍怎麼畫都還沒定案 加上投資環境不佳 因此考慮出走海外 所以其中我請教你 是否這個才叫做務實的做法 我們重新去規劃這一塊 真的是所謂的所謂的一級專業的這些農業區 然後這邊雖然現在地幕上叫做農業地 可是他可以改成像是工業或其他的用地 我們來看看這個做法再加進來 是對農業好還是壞 現在政府提出來一個叫做所謂的生態補償金 就是說呢 你本來農業地呢 單價是多少 改成工業地呢 單價一定會變高嘛 這個價差 再乘以面積 譬如說幾公金 再來說你如果這間違章工廠已經是三十年 那就是三十萬再乘以三十 那這個錢呢 再拿來去當作保護農地的生態補償金 譬如說呢 一個五百坪違規三十年的工廠 他的生態補償金 就是兩千一百萬 繳進來之後呢 作為農地之用 甚至叫做乙地異地 這樣有務實 我地球公民在這邊大概會認為說 整個的這樣子的頂翻譜的規劃 一開始其實我們就特別的在關注這個區塊 為什麼 因為這是第一個政府要嘗試的來輔導這樣的違章工廠 合法化的一個區塊 這其實是跟地球公民在追求整個的產業正常化 以及產業合法化的一個圖鑑是相似的 但是我們要特別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整個這樣子的產業的產值 那如果這個產業的產值是要奠基在 如果是所謂的環境成本外部化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偷蓋偷牌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絕對是絕對不會認同 那如果這個產業能夠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因為臺灣過去的福島產業的邏輯 是有瑕疵的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就會認為說 的確是整個的政府需要總體來面對 但是我們會拉強調一件事情 整個的工業土地的盤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計算每個縣市的工業土地 其實都是非常的驚人 可是他們永遠在喊缺地 這是代表什麼問題 代表了我們到底總體的工業土地到多少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多次的 無論是我剛才說的 採用力政策革新發案的四萬八千公頃 或者是說最近經濟部 在丟出四萬九千公頃 或者是說在國土計畫裡面 丟出一個五萬六千公頃 每一次的數據都不一樣 我們希望政府在這邊 好好的去盤點工業土地的面積 那如果真的是目前很多工業土地 是在像例如說像東市 台中東市這個地方 他其實根本到現在還是做農業使用 那我們就要求說 那你工業土地全部解編 那你這塊工業土地解編 那我們到最後的工業土地總量 我們會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在於說工業土地的總量 你到底有沒有做合理的控管 我們在農業土地不斷的爭取農地農用 要求一個農地總量的同時 我們也要求政府好好的去面對工業土地的總量問題 這是一個總量管制的一個概念 你不能說農地全部都要變成工業用地 結果工業用地荒廢在那邊 你還是持續工業用地 文宏我請教你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農地工廠這個議題 就其實很多人很容易就很單直化來看它 但其實在農地工廠 他其實本身他性質上去差異蠻大的 因為我本身在我們家後面三間工廠 這間是我們政頭二代二基層 在做電機的做線權的 他就是自己不斷 要進工業區也沒辦法進去 資本不夠 規模不夠 他沒辦法進去 有的實稱地保那種的 有資料在工業區買地 但是買地後他沒進去 他在自己的農地那邊 繼續繼續在那邊 等著政策改變 我們的那個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然後圈圍特定區 所以要變成丁建 只有價差 一差就差整個月了 是 那算起來幾千萬而已 價差 現在變成說大資本的農地工廠 他變成雙軌獲利 除了本業製造業獲利之外 還在透過土地 土地的一個一個 那個利益在獲利 雙軌獲利 然後這個東西就變成排擠到 就很多 我們我們在談農地工廠 有一個有一個因素 跟一個現象 以及經常忽略 其實是土地炒作 我們工業區的土地 沒有 沒做真正的產業使用 像差太多 稍微規模稍稍資本的 沒辦法進去 所以你正在面對這個事情 你農地因為從工廠來 差到整個都起來 我們上面沒有那一家一家 現在要一億 我們一家要一億 我們一家要七千萬左右 你叫做事人要去買 有嗎 而且炒的也就是我們 包括包括台北外地 全部在炒的 了解 不然我們再透過電話 我請教林議員 所以為什麼會是本來政府是說 去年五二零做一個缺點 去年五二零之後呢 這些所謂的新的違建全部拆 可是彰化縣就一定要說 今年九月十二號 難道不能跟著中央的政策走嗎 我想 我沒辦法代替中央管理政府 為什麼會跟中央的政策做催割 本來是五二零做一個 做一個起始點 希望真正生產農業的特農區 不要再有新的工廠 這很清楚 但是彰化縣為什麼偏偏弄出 所謂的九月十二號 這我是搞不懂的 而且我看剛剛大家可以討論 到底有沒有法源意義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討論 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無論是農業 無論是工業 都是要永續發展 那這個永續發展 就是目前國家要執行的 所謂的國土規劃 我同意要做整體的盤點 到底未來五十年一百年 台湾的工業還需求多少面積 就我一直要求彰化縣政府要去面對 到底彰化的產業需要多少面積 如何嘗嘗 現在看起來 大家的共識是做所謂的氣味的調整 氣味的調整 所以說哪裡適合發展工業 哪裡適合發展農業 在農業的安全的糧食的糧藏 不能再有工業經濟 大家先要有這個公司 然後才去一步一步的解決 或者只是在增值 五二零九一二三加八加的這種少數的 不是整體的去看 未來整體的規劃 我想國土規劃很清楚 是在為國家做百年大計 整體的規劃 我要再強調彰化的彰化的電鍍廠 是必要之二 瞭解 非常謝謝林議員 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文鳳王請教你 具體對彰化縣政府的政策建議 我覺得彰化縣政府 要非常非常務實地來面對農地工廠 這個議題 然後必須要配合中央 那你必須在你自己本身境內 做很紮實的一個盤點 產業 產業的一個分布 跟產業的一個用地需求的一個盤點 然後農業的一個用地需求 跟跟盤點 那你來重新做 做區位的調整 這是我們贊成 但是你不能這樣完全不負責任的 然後就是五年不用 就是這樣大家用多少 想起提出說之後 甚至我們可以用那個自辦重劃 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都要騙選掉 必須要真的 很有擔當 很有擔當的 故事來面對這個問題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采繼續 舉步為監視哪個為 請作答 為什麼這個為呢 許全教授 那個為其實只是個語助詞 就是走起路來很困難的樣子 那為什麼不是那個為呢 他走起路來 成為一個很艱難的狀態 這樣的做法就很奇怪了 是說的奇怪 還是長得很奇怪 真的嗎 老師笑而不答 謝謝 真的 真的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看公視麻醉風暴2 幾點拿大獎 真的 每週六晚間9點至11點 公視頻道播出麻醉風暴2 同時進入公視APP 參加集點活動 將手機靠近電視 比對